所以清潔的话 可能我们比如说 就希望不要过度清潔 甚至我们会随着季节不一样 比如说冬季或是夏季 容易出汗容易出油 或皮肤容易比较干燥的情况下 选择适合的一个不同的洗卸产品 在洗完脸以不干燥 不会紧绷为原则 那第二点呢 保湿的部分来说 当你第一点做好 洗完脸不会紧绷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看皮肤的状态 如果说它还是有点偏干燥的话 我们会补充适当的 比如说简单的 单纯的乳液或乳酸为原则这样子 那局部比较干燥的地方 可能加上一些神经细暗的产品 或者是加上一些凡事领的部分 当然更重要一点就是防晒了 日间的防晒是可以减少很多的 很多的一个伤害 日晒的伤害的一个部分 那减少伤害后续的部分 照顾就会简单很多这样子 所以清洁保湿防晒 都做好基本功夫是最重要的 当你出现敏感的皮肤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 先检查看看 你的保养品是不是过度的使用了 保养品会不会它的刺激性比较强 或者是你有做不必要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你吸冷机使用不当 一直在那边搓揉搓揉 或者是吸冷毛巾很用力在那边刷脸 那这都是一些危险的动作这样子